字幕提供 各位聽眾您好,歡迎收聽《陽光大道》 我們這個 Podcast 是在美洲時間逢星期一早上推出 我們的節目有三個環節 分別是健康生活、社會透視和空中花園 現在我們有健康生活 各位聽眾早晨 歡迎大家收聽我的健康生活環節 Hello,大家好 大家好,早晨,Ruzanna 今天只有我和你 是的,你今天吃了早餐沒有? 今天沒有吃早餐 通常我都是先坐下喝杯茶 你覺不覺得大家說早餐是一天最重要的餐 你覺得是不是? 其實見仁見智 我覺得如果吃得不健康的早餐 不如不要吃,是嗎? 是的,如果你說一早起床吃一大盒Sereal 在一個box裡倒出來的那些 你說健不健康呢? 嗯,那真的不吃好過吃 是的,但我們又不要一概而論 我們看到有時那些超市 賣的一整盒Sereal 都有些是健康的 所以最重要都是看營養標籤 是的,不要選那麼多糖份的 多些纖維 是的,我們今天說的意思就是 早餐我們吃得健康 要注意營養標籤 除了通常我們早餐吃Sereal 然後吃什麼? 吃Pancake Pancake其實我覺得不是健康 全部都是Flour 全部都是粉 是的 然後還要倒一些糖漿上去 是的,加上有些人有牛油 有醬 其實是多油、多糖、多澱粉質 是的,所以我不敢吃那些 如果要注意體重的人 還是不要選這個 是的,但Waffle來說是OK的 但是都是要淋 土洲人都要淋一些甜的東西上去才吃 我有一個吃法方法就是 切一些Banana 切一些Fruit 或一些核桃 通常就這樣吃 就會比較健康 但是我見到那些Waffle 好像某一個燒油市場 它那些甜的飄青 Waffle 都是有些薄 在那裡 就是全部都是Straight Flower 但都要留意一下 看看那些 所謂的纖維 還有那些澱粉是否加工過 加工過的那些 其實都不是那麼多營養成分在裡面 除了我們剛才說 吃Cereal、Waffle、Pancake 都不是那麼健康 那還有什麼是最不健康的早餐 多士砍一砍那些人造牛油上去 Margarine 是的,泰那些很多Trans fat 其實Margarine很久都沒有見過 你不如寧願吃牛油好過 是的 是 那Toast其實有些好 是嗎 那你吃些些纖維高一點的 譬如多一點麥 多一點菊的那些 那些就好一點 是嗎 但是在美國還有一樣東西 Muffin 就是大蛋糕 即是吃Muffin 吃過大蛋糕 美國人很喜歡 就是想喝杯咖啡 你知道咖啡是有點酷 吃過甜甜的 是呀,吃過甜甜味的Muffin Bluberry Muffin 或者巧克力 那些 那些都是很高糖分的 而且他們通常的尺寸 那一塊Muffin的尺寸 很巨型 是啊 所以每樣都超標 吃完之後 所以買Muffin你也要注意 某某這個平價市場 有些Muffin很小隻 一口就可以了 那些都不錯 但是一口 那你又吃完整盒 不會 但是要注意 Fashion Control的尺寸 是不是 那喝果汁又好不好呢 那一早 泡杯大果汁喝 其實這個果汁 我想你也要注意 你買的時候 因為在超級市場 都有很多不同的果汁 有些有Pops 即是有紫的 有些有Low Sugar 有些有High Sugar 我覺得很嫩 其實那些不是 可能我覺得 超級市場買那些 合合那些 很多裏面真是 真正的橙汁 果汁是很少的 很少 那紫炸呢 你覺得紫炸 紫炸當然好 通常呢 因為我後院有棵橙樹 我通常就炸一粒 炸一粒 我就溝冰 或者溝水 我將它大一顆 我覺得就健康一些 那喝果汁要注意一下 因為果汁是液體 所以吸收得很快 那裏面的營養吸收得很快 糖分相對來說 也是吸收得很快 所以如果譬如有糖尿病 又要注意一下 不要喝那麽大杯 是啊 那How about yogurt呢 有心理上 很多Yogurt 早餐健不健康 問題啊 糖分 看看有沒有加糖 是啊 有時候我們真的要留意 那個營養標籤 它是很deceiving的 譬如說sweetened non-fat yogurt 它就被non-fat yogurt 騙了你 但是有很多糖分 叫sweetened 那你給它吃了很多糖 OK 那How about那些process 那些叫做 Gluton-free 那些那些呢 那你又不要被Gluton-free 騙了 是啊 為什麼 它沒有了Gluton 但是又加了其他東西 是啊 所以都是提標籤 提標籤 還有要注意吃的份量 是啊 我們今天就講了很多 不健康的早餐 不健康的早餐 拜拜 來到社會透視的時間 我是Cicel 過去一兩個星期 美國西部就受到連串風暴的影響 而幾年來一直缺水的西南州分 例如加州 Nevada Arizona 的乾旱都獲得舒緩 而這一輪的風暴也特別冷 南加州降雪低到海培一千尺的地方都有 越來越多人搬進去的內陸帝國 都有些不太近山腳的地方都下雪 不過溫度低到真的 在地面上有積雪的就要到二千尺 對於洛杉磯盤地的人 平時只有幾天可以見到山頂最高的部分積雪 今次就大部分白色了好幾天了 對於美國東部和中部平原的地方來講 冬天下大雪就要等橙雪車來清理路面 如果有冰雨 即是那些雨水落地立刻結冰 那就最麻煩 最難處理的 但對於北美洲西部來講 每次冬季風暴 都是講一下海拔幾高又落雪 很多時候 那些風暴只影響山區 但如果Snow Level 這個雪線再低一些 就會影響交通了 尤其是積雪有多少呢 跟那個雪線在邊 跟海拔高度是很大關係的 我試過冬天在溫哥華 在海平面的列治民 下雪很快就溶了 但去到Burnaby Metro Town 那頭見到 路邊還有很多積雪 因為那裡海拔三五百尺左右 至於南邊的加州 雖然很多人都住低地 就很少見雪的 但很多來往其他城市的道路 都要穿過山坳 通常經過最高位 都會見到標示 什麼什麼Pass 多少尺 那樣的樣子 例如三藩市灣區 人經常去的島城 Reno 就海拔四千多尺 但是那個 周濟八十號公路 最高點 就是七千多尺 所以冬天 就經常要在某個高度 規定要上雪鏈 才可以通過 至於三藩市和LA之間的 周濟五號公路 最高位是有四千多尺 因為那段路比較短 而且那個北坡是太斜了 通常就索性封了一條路就算了 那些人就改行US101 最高位都不超過二千尺 另外 來往LA和島城Las Vegas之間的 周濟五號公路 就有兩個位都是超過四千尺 那你不看天氣 駕車來往都會遇上麻煩 以前大家駕長途車 就看著地圖 聽著收音機 都會看到地圖標示 什麼什麼Pass 多少千尺 還有聽到今天雪線 下到多少千尺 但是今天很多年輕一代 和新搬到美國西部的移民 就可能忽視了地理情況 可能純粹靠手機導航的話 還有只看某些城市點的天氣 預測就忽視了 那些在APP找不到的公路 最高點的天氣 還有天氣變化呢 應不應該早些出發 還是遲些出發的問題呢 這些在中部東部生活的人 出門都會考慮的 但是西部的低利人 就很容易忽視了 還有的就是 手機導航 雖然都會看到政府封路的消息 或者很長路段 那些車很慢 就是有雪 很多里的車速橙色 但是我上個週間 看到的網上地圖 分分鐘會建議一些 根本駕駛不到的 alternate路線 還要經過一些 不明海拔高度 甚至是沒有車通過 甚至是沒有手機訊號 所以沒有被導航系統排除 所以在美國西部 駕長途車 都是要有些地理常識 不是說市區裏面駕車 隨時按鍵就可以導航的 各位聽眾早晨 美根添 早晨 你們好 各位聽眾早晨 美根牧師早晨 各位聽眾早晨 由今集開始 我們就分享聖經中 使徒行轉另外一個使徒的經歷 當時猶太的政權 操縱在希律王阿基柏的手中 他是加利利分封的王 但是他是臣服於羅馬的皇帝 在名義上 他是信奉猶太教的 他表面上 是非常熱心的履行 猶太律法的種種禮儀 是的 希律王為了博得猶太人的歡心 希望用這種方法 維持自己的地位和尊榮 於是 依從著猶太人的願望 他就開始逼迫基督的教會 破壞信徒的房屋和財產 並且把教會的領導人都收在牢裡 他將約翰的哥哥都收牢 以及交給賄子手 將他殺死 正如另一個希律斬了先前的先知 約翰的頭一樣 希律王見猶太人很喜歡這些事 於是又將彼得禁禁起來 這些殘虐的事進行的時候 剛剛好是如節 猶太人表面在紀念他們從埃及地得共拯救 而且假裝非常熱心地進行上帝的律法 但他們同時在迫害並殺害耶穌基督的信徒 所以門徒瓦國的死令到使徒很憂傷 並且非常惶恐 因此當彼得一被監禁的時候 全教會就開始禁食討告 希律將瓦國處死的行為 大大得到猶太人的讚賞 還有一些猶太人埋怨他們 為何用秘密的方式來處死瓦國 他們堅信如果公開執行更加徹底的 嚇怕這些信徒和同情他們的人 這次希律監禁彼得 是意欲將他的死來示眾 藉此更加滿足到猶太的心願 但人卻認為這個聚集在耶路撒冷眾人面前的 將這個老年的使徒執行死刑的 這不是一件對的事 因為這樣做的話 群眾一見到彼得被抓去處死 他們就會激發很大的同情心起來了 祭司和長老都非常害怕 唯恐彼得最發表 他的屢次引起眾人研究耶穌基督生平 和品德有力的申訴 這些申訴乃是他們用盡論據所無法反駁的 因為彼得維護基督聖功的熱心 曾經引領了很多人相信了福音 所以官長很怕一旦彼得有機會 在那些去耶路撒冷做崇拜的人面前 為他自己的信仰申辨的時候 眾人就要求王將他釋放 對 所以彼得的死刑執行 因為種種這些藉口被延到如月節之後 教會和道就有時間進行這麼深刻的反省 和這個懇恥的討告 教會的弟兄姊妹不住地為彼得祈禱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時候聖功是不可以沒有祂的 他們認為他們已經達到一種局勢 就是缺少上帝特別的幫助 上帝的教會就會被消滅了 這個時候來自各國的朝拜者 都前往那個尊惠敬拜上帝的聖殿那裡去 這個殿有黃金和寶石閃力發光 看上去景色確是富麗堂皇 可惜在這個可愛的殿羽裡面 最見不到神爺和華了 以色列全國已經離棄了上帝 當基督行章結束祂在地上工作的時候 祂最後一次看著聖殿內部就曾經這樣說 看下你們的家成為方祥留給你們 因此基督曾經稱聖殿為他父的殿 當基督這位上帝的兒子走出了和離開這個聖殿之後 上帝就將祂淋隔在這個聖殿的榮耀收回 今集時間又到了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再見 多年以來的所有節目 還可以在linguospiritor.net的網站 重溫 我們還會將節目上載到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Sunshine Blvd 陽光大道粵語Podcast 大家可以按Subscribe 訂閱 我們還設有Facebook專頁 你按了Like 即是讚 就可以每個星期看到我們最新一集節目的消息 這個專頁的網址是facebook.com 一斜 Sunshine Cantonese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